我們要介紹的這個 Google 協作平台 我先問一下好了 有沒有同學你有用過 Google 協作平台? 阿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沒有喔 所以心跟舊對你來講沒有什麼差別 那是我想太多了 那我就講舊的就好了 現在呢 因為其實 Google 協作平台呢 它事實上現在有分所謂的舊版跟新版 新版一個很重要是它去年大概應該是10月份左右的時候推出來的 也就是這種叫做 RWD的 這種自適應網頁 早期其實也勉勉強強可以用 勉勉強強在手機上也可以用 但是效果比較沒那麼好 效果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它在去年底的時候就推出一個新版的 可以怎麼樣 可以來做這個部分的 這個部分的那個網頁 那舊版本呢 看它的官方說明 應該會是在這兩年內 也許會有一個就是 反正 Google 服務 它如果有新的版本推出來 可能慢慢的舊的就會慢慢收起來 慢慢收起來 所以可能會在2017年 或是官方之前我看到是2017 就是今年 也許它會有一個轉換的程式之類的 看你要不要轉移 那如果沒有轉移 也許可能就會慢慢把這個服務 就是不太開放新的 那舊的也許會繼續留著 那什麼是協作平台 Google服務大家都用的很多嘛 那協作平台 顧名思義就是要讓大家方便怎麼樣 一起使用啊 對不對 像就好像你在做報告一樣啊 今天做報告 那平常我問一下各位好了 如果你們是小組的報告 那一份簡報 那一份報告的檔案 比如說握的 請問你們都怎麼做 你應該不會A寫完傳給B B寫完傳給C吧 這種事情應該不會在各位身上發生嘛 如果你還在微笑的 這樣你就落伍了 現在都是共敵時代啊 就跟我們剛剛白板一樣啊 就是你要做什麼你就寫在上面 我也看得到你也看得到 對不對 大家在上面一起寫完了 是不是就 有一個人可能就負責整理嘛 但是至少就是說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有什麼想法我有什麼想法 就可以放在上面 那這個是Google文件的特色 現在新的協作平台 Google協作平台 還有其他的服務也都是一樣 都強調怎麼樣 多人可以共同使用 而且你就可以像我們這個白板一樣 即時看到大家做的內容 這樣OK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協作平台 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的 那協作平台顧名思義 他要用的很簡單 所以他會有幾個特點 你看一下我們右上角這個特點 不用懂HTML語言就可以用 因為你們有沒有做過網頁 有嗎 有去學過HTML語言嗎 現在都 反正你想到的就給他弄上去就好了 你有想過可用性嗎 很多人做網頁是自己看得很高興喔 別人看得一點都不高興 為什麼 因為都是你自己的環境啊 你在你環境上看得很好 但是在別人電腦上看得一塌糊塗 那當然在協作平台的部分 他就強調你幾乎是使用 類似像線上編輯器就可以很簡單完成 好就可以很簡單完成 而且呢 協作平台跟我們的Google雲端服務 都很緊密結合在一起 所以包括了Google雲端的硬碟的資料 包括GoFis文件 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啊 Google簡報啊 PDF 通通都可以直接在裡面用 都可以在裡面用 那舊版本呢 其實勉勉強強也有支援行動裝置啊 只是呢效果比較差一點 效果比較差 那再來當然他也可以支援流量分期 如果你真的想把它當做一個網站來經營的時候 他也是有支援 也是有支援 那這個是先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那舊版本的這個協作平台呢 也許你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先開幾個給你看一下 在這裡 你可以從這邊 你進到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齁 任務裡面的第一個 你把它打開齁 這個地方 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我有幾個demo 應該是說我現在已經有在用的 這裡 有兩個新的兩個舊的有沒有 兩個新的兩個舊的 那你可以先看舊的 舊的你點下去之後 比如說這個舊的 點開 這個也是協作平台 這是我在學校裡面的課程介紹 就是我上的課 你可以看上面那個興奮頁 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按這個興奮頁 這裡 它就可以開在獨立的頁面 開在獨立的頁面 這個Google協作平台做的 平常你們選課都怎麼選 你有很認真看老師的 課程大高嗎 那你知道老師上什麼嗎 我上下學習有 因為我教的是視訊特效 在這裡是視訊特效跟3D 所以我上課的這個內容 做了哪些範例 他們都可以直接去 然後呢 我們上課錄影片 因為你也沒上過老師的課 你們平常選課不是都做一件事情嗎 聽 聽學長姐講說 這老師比較好過喔 一定要修喔 很營養喔 大部分你有去看過老師怎麼上課嗎 沒有吧 對不對 我的可以 到103年 點進去每一節課都有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跟雲端硬碟結合在一起 就跟雲端硬碟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點進去之後 哪一節課我上面都會寫好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今年的 我就再點進來囉 那每一堂課 到底上什麼內容 那個影片 我不會兩個小時 或三個小時 就一個 會像這樣子 你看哪一節課 這個點進去有沒有 點進去 所以同學隨時要複習 要看都很容易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現在新的上課的方法 反正你沒來 我也不能怎樣 對不對 你就回家看嘛 至少我提供給你啦 你就知道老師上課在幹嘛 這樣了解吧 但是偶爾我也會出現這種情形 沒有錄到聲音 但是很少啦 所以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直接用這種 這就是協作平台的特色 它可以跟雲端硬碟像這樣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那其他的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幫這個 我們教法中心 我的課程 因為來這邊也蠻久的 那OneNote的部分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你也可以從這邊直接跳 有沒有 剛剛任務裡面其他的那個內容 你也可以從這裡直接跳 請看我們舊版的 這裡還有一個 在這裡 我們學校的 這個 我就沒有設定 它可以被砍入在裡面 所以就必須要獨立出來 按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這個學期的 所以 今天上完 我就下學期再見了 那你要看 這裡 這邊 有沒有看到以前 都是我的啦 因為別的老師的不在我管家範圍裡面 我負責管好我的就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查到我以前的這些所謂的上課的資料 那一樣的上課錄影片我就會都留在上面 這樣OK嗎 好 所以這個是你看這個也是用舊版的喔 我現在講這個都是舊版的喔 舊版的這個所謂的寫作平台 所以 各位有沒有信心可以做得出來 不會太難耶 剛剛有看到那個特色嗎 不用學HTML就會的啊 真的真的 其實那些資料很多都是已經在什麼 就是 你從雲端硬碟的資料把它加進來而已 就看你的資料是什麼內容 把它加進來就可以了 好 再加一些簡單的圖文說明而已 那這個就是舊版本它比較大的一個特色 那再來呢 新版本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就先講一下這個新版本喔 新版本的部分呢 這裡有幾個一樣的 這個 因為我這學期有新開門課是互動多媒體的 那既然要講網頁 所以呢 這個新版的就跟剛剛那個不一樣 剛剛那一種的 你如果說今天你是行動裝置上來看 欸就會比較辛苦一點喔 好 你看我在這邊我先把它縮小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的網頁都必須要怎麼樣 行動裝置不一樣 尺寸Size不一樣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要怎麼樣 會自動排版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還好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來縮小一點 這樣有沒有自己掉下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嗎 所以新版的它會像這樣 而且上面的選單呢 當真的容不下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 它就變成像這樣 所以這個是更適合我們講的就是 不同裝置 不同的螢幕解析度之下 它能夠自動改變了排版的方法 所以這個叫做RWD 這叫RWD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的 那這邊呢 也有一個實際的就是我們應用 把它用在就是真正的 那個像這個衛生局的網站上 彰化衛生局的 在這邊 新版的 新版的 這裡 因為他們要做一個整篩的 好 那你看我把它打開 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原本它就只希望就是做在什麼 行動裝置用的 行動裝置用的 所以 它在這邊像它做電話預約 網路預約 那有一些資料 這些就是可以像這樣就直接加進來 所以一般我們的標準的網頁 它可能會有比較多美工 但是在這種所謂的RWD這種網頁的下面 通常美工就不會做太多 因為有點困難 它要隨時變來變去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負責把擋頭找好就好了 擋頭做要讓下面的 就不用管太多 因為它會自動鎖板 好自動鎖板 所以這些是給各位稍微 參考一下的 其實我們現在新版跟舊版的 基本的一個呈現方法 大概是像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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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